来看医疗的讯息 24岁的阿诚日前突然昏迷不醒 送医疾救后被诊断出脑浓伤 并发阻塞性水脑 因为腺填性心房中隔缺损 造成细菌侵入脑部 幸好在医疗团队紧急手术后 顺利就回命 医师表示国内脑浓伤 耗发年龄多为60岁以上的男性 但阿诚才20多岁 却出现脑浓伤 是非常的罕见 研判跟他的腺填性心脏疾病有关 医师站在台前向大家讲解病情 24岁的阿诚日前突然昏迷不醒 送医疾救之后 被诊断出脑浓阳并发阻塞性水脑 因为卫星天性心房中隔缺损 造成细菌侵入脑部 情况相当危急 幸好在医疗团队紧急手术之后 顺利就回一命 幼道主的一个分流 所以让他的这个细菌能够进到他的体循环里面 他进到体循环就非常麻烦 因为体循环可以到任何地方 他今天如果打到脑部就是脑浓阳 打到肝脏就肝浓阳 打到肾脏就是肾浓阳 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这种病的治疗基本上我们就是 要用一个特殊的装置称为 新软元孔 或者是心房中隔缺损的 关闭器一个Occluder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把这个通道阻塞 阻断 医师表示脑浓阳导致的后遗症包含反复阻塞性水脑 神经功能丧失 癫症发作 严重者甚至死亡 而国内脑浓阳 好发年龄多为60岁以上的男性 但阿诚才20多岁却出现脑浓阳 非常罕见 研判是跟他先听性心脏疾病有关系 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跟基础功能 包括感觉跟运动系统 都有问题的话 只要想到可能是真的是脑部里面有一些病变 再配合去探查其他系统 比如说心脏有没有杂音 那么做有需要的话 做心电图做超音波X1等等 看心脏性血管系统有什么异常 这样子来配合找出来可能有的病因 如果他有这个洞 他大概3%到4的 就是说平均大概3到4的发生率 就会产生那个脑浓阳 甚至还有可能脑中风以后 但是如果把这个关闭度关掉的话 大概就不到1%的这个风险 仪式也提醒若是民众出现头晕 手脚无力甚至有发烧等症状 这些都是心房中隔缺损的征兆 最好要赶紧到医院检查 并呼吁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 仍要定期回诊追踪 以防汗事发生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所以这个 我给你帮助 没有